我今天要來跟林醫師介紹這個噴沙機營業美食Air4 就是瑞士製造的這樣子 其實那個噴沙結牙我們這一支就是有專利 它就是經過高壓空氣然後將那個噴沙粉跟空氣結合 然後在水一圈包在外面 然後把它就是可以好好的保護粉 再確保它到正確的位置 那噴沙也就是它要去除牙菌斑跟色素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拋光 對然後這一支它就有分迎上噴沙 還有那個銀架噴沙 銀架噴沙我們算是業界唯一 它就是去清除一些肢體周圍黏膜鹽 或是預防一些肢體周圍的發炎 然後這個噴沙機的原理就是我剛剛說的 它就是壓縮空氣嘛 然後空氣跟粉末做結合 然後水呢就是包在外面一圈 所以這樣子你看從這個上面 我們可以看出來水就是包的一些粉末 所以它其實是都不 它會確保在它應該去的位置 然後再來就是硬粒表面 你看像這個就是碳酸氫鈉那個dense pride 你看就是像月球表面 然後我們家EMS就是很平滑 那還有一些磷跟鈣啊這邊 然後還有cover的這個碳酸鈣 也是你看有個凹洞很明顯 但是EMS就是很平滑 然後在那個牙柚子上面表現也是 就是你看EMS就是很平滑 那其他其實這都會有一些刮痕 其實清潔牙齒表面不一定 就是要把它打花刮花才叫清潔 我們不會用菜瓜布洗澡嘛對不對 然後就是噴沙機 就是它還能做什麼呢 就這其實蠻多醫師會問到 欸它覺得就是可能一般美白 可是其實我們這支它除了美白 其實它也算是一種保養 它可以用在牙周 其實牙周指的就是我們牙齒 靈牙跟頂牙中間 可能有些人真的是比較不容易刷乾淨 症之一就是矯正像我這樣 然後牙體就是做了牙罐的那個 當然清潔又更不利啊 尤其是牙窗 可能其實很容易累積生物膜在那邊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這支有銀下 可以清除這個種植體的部分 然後蛾牙就是一般兒童清潔 因為它不會痛 它的粉是很溫和的 對 好我們接下來看 射速去除 對嘛這上面都是花花的嘛 然後這個表面有做除 然後這支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的影片 還有這鍋跟傳統的拋光的速度啦 然後還有安全度 因為其實醫師看著你蠻忙的 如果就是在這部分 有一個工具可以讓你快速安全 然後又不去傷害 其實是蠻好的一支產品 然後你看它在使用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一支要接著洗的 不然那個其實還是會噴 但那個力道可以藉由你的那個 踏板去控制 你清踏就會一些心 然後你踏比較用力 那個水量出來也是比較大的 好 那這就是一些學者上面說 欸如果用了這種方法 跟傳統來比的確真的是比較神奇 那它去清除色素的效果也非常好 然後這就是比一般刮織器快三倍 然後我們再來看矯正部分 剛剛看完就是牙齒表面的那個美白清潔 接下來就是看矯正的那個牙周圍 其實像我們裝這種矯正器 其實最難清潔真的是矯正器的部分 然後你看就是因為粉它會是擴散的去清潔 所以你看像這些腳上去這邊 它都可以很很紮實的去做清潔 就是一般就是我們這些 腳症換給在家裡實在就是 先用做不到的清潔 而且這真的是要定期的清潔 不然很多腳症完要注意啊 有時候又裝癢 所以我有這個 而且像我自己本身還蠻怕痛 然後我自己有試用的筋 我就覺得欸 這不會痛 然後它又真的很乾淨 因為它是溶於水 這個粉 它們都是溶於水的 所以你在感受上 你也不會有顆粒 那種顆粒很大 然後去欸有時候卡住喉嚨 或者是醫師有時候會去噴到眼睛 或是手上 有時候噴到眼睛真的蠻痛的 反正溶於水 所以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它也是一些文獻啊 在一些年份中 它說這個 像它在做那個矯正 黏結前啊 就是酸食前 也要做牙齒清潔 就也可以用這個 就是我說酸食前處 那這也是一些那個文獻 就是它跟傳統的泡黃香瓶 這個方法提升了封閉劑的那個黏著強度 一定的啊 因為你有把它好好清潔 你等於表面是一個非常乾淨非常平整的表面 然後這就是下面那個部分是牙齒斑 那這個呢 種植期的清潔圍物就是像這種有囊帶的 像我們另外那個 那您是有看到 對 但是這個就是要超過4mm才就是建議用這個 有這個可以伸進去膿帶 我後面會介紹到 那它其實使用也是有 它就是要上下 然後一顆牙刺個面5秒 後面也會介紹到 就是它既會這樣子腳來腳去的 然後呢 所以我們來複習一下 它就是可以做牙周 然後就是牙齒跟牙齒周間的那個清潔 還有矯正 像是酸食前 或是你平常 你定期回來做清潔的時候 這個其實記得很好 很好不供給 然後再來就是種植體 我們家獨家可以淫下 就可以深入囊帶 對然後蚵牙就是因為它很安全 而且不會痛 然後修復的話 就是它指的是 有一些腳冰染啊 或是茶漬 這個都可以 這個都可以用這些粉 然後我會等一下呢 會細細介紹這些粉的功用 對 那我就要來說 為什麼我們家的就是不會痛 你看那個碳酸輕鈉 模式硬度是2.5 然後剛剛酸的部分是2 然後下面這邊 第二排 倒數第二排 這個是牙本質 大概2到2.5 那牙柚子是4到5 然後市面上呢 很多都是 就是三氧化鋁啊 碳酸鈣這些 其實你看 都已經超過這個癢本質 所以為什麼要把牙齒打滑才會乾淨 沒有 所以其實是取決於粉啊 粉蠻重要的 而且它融入水 所以它很安全 然後我來細講這個碳酸輕鈉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它有檸檬啊 還有那個櫻桃口味 對櫻桃口味 很喜歡 甜甜的 然後它的顆粒大小就是65微米 那它的硬度大概是2.5 那它可以做就是 你想想看這樣 顆粒到65微米 算比較大顆 那它就是可以做一些 去除的動作 像是 上色素去除啊 牙漬啊 抽菸啊 或是黏結劑的去除 然後再來就是我做的 矯正前那個酸死的處理 就是這一個 黃色 那再來呢 就是幹氨酸 它顆粒大小也是65 可是你看它的硬度 就是小了一點點2 所以它可以用在哪 可是它可以做情節 像是 矯正 我說的 矯正中間 還有那個 我們 矯正器很難自己做清潔的部分 其實都會有一些生物膜累積在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 修復體的維護就是 牙齒 就是牙齒縫縫之間 的那個 像有bridge啊 或者是你做牙套 會有一些三角縫的問題 對 那邊也是很難清潔 然後 額縫配上就是因為它安全 然後又不會痛 所以它也適合在額縫 噴沙 像傳統的就真的 滿痛的 那再來呢 另一個幹氨酸 它主要成本是幹氨酸 可是這個顆粒 二屬維米又更小 跟剛剛這個 是六屬維米 比較大的顆 那這個是二屬維米 所以呢 它可以拿來 坐在銀下噴沙 像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潛牙周囊袋 或是種植體周圍年末 還有種植體的一些預防 因為其實台灣人啊 做了植牙就會覺得 好像一勞永逸 但是林醫師都有教育 那個病患就是要定期好好做清潔 不然其實植牙植進去 還是要做定期的清潔 才要好好保養 然後噴沙粉就是這幾個大類 就是class的 就是硬度比較大的 六屬維米 然後呢再來是肝氨酸的 然後是soft 它就是可以用在矯正清潔啊 還有痾酸食清潔 還有那個做牙罐周圍 就是三角縫那個難以清潔的部分 那這個purel就是那個影響 就是黏膜啊 周圍黏膜一點啊 因為它顆粒比較小 好 然後呢 它有說到影響噴沙的正確方法 就是 第一嘛 不要熬夜 拿著塗 不要熬夜 然後再來是 不要喝酒啊 那些 就是 茶漬 就是 會 囤積色素的 一些 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三小時後都 就是不要碰那些 然後它就是要先放一個 就是可以吸拓的 掛著 然後呢 它其實這張圖告訴你 也就是 它其實 沒踩它那個粉啊 每踩一秒大概是0.25克 所以 它使用方法是 踏 踏 踏 就 你每踏一下 其實它就有 粉 0.25克會出來 所以它不是一直 滋 一直 拆著 這樣粉應該 很快就會 就覺得 粉怎麼用這麼快 它其實是 你在 它有在教你 呃 一個牙大概 四個面 四個點 那你每一個點就是 踏一下 它就會有0.25克 然後旁邊就是要再放一個 就是吸拓管 把它吸住 這樣子 病人就是 也比較 舒適 有啊 這有講到 那像有一些人 可能就是 怕 比較緊張 可以先請他 漱口水啊 然後 下面這邊 嘴角 兩邊可以用棉花棒 幫它沾濕 或是 下顎的部分 可能 就是比較難張開的話 可以塞 那種綿捲 然後呢 它的角度 就是要 這裡 蠻重要的 就是它不可以反向 它其實是順著牙齒 就是不要去打牙漏 它其實是 淫上噴沙 其實是著重在牙齒表面 如果那個後面講到 呃 那個牙齦清潔的部分 會再鎖到 然後前面這部分 就是你看 它要30到60度的角 然後距離大概3到5分 那邊 所以太近太遠 就是 都不好 所以這是 最合理的方法 然後呢 這裡有介紹到 噴牙的那個方向 你看它都是順著牙齒 不管是在 八口 或是 那個 Lingo 它都是打著牙面 就切記就是 不要這樣 去打牙肉 或是從牙肉中間打 下去 就它是 吟上 我們現在說是 吟上的部分 它是做清潔牙齒表面 然後呢 它就是以 化圓的方式 然後打在牙齒的表面 都是要有個斜切 然後你就想 欸 既然有噴銀上 然後不要去噴牙齒 然後 又有銀下 就是需要使用的粉 那有沒有 一種噴沙粉 就是 兩者兼具 油 油 就是我們現在桌上這瓶 它跟剛剛那些粉啊 都不太一樣 就是它是赤藻糖醇 它是一種甜味劑 那其實這個對糖尿病患者 是一個很安全的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 玉米掉成 那它的顆粒呢 又更小了 這個剛剛那個 最小是二索馬 這個還到十四文 所以是非常非常細的粉末 幾乎是飄在空氣中 就是 灰散掉 那它呢 就像剛剛我前面介紹的啊 像銀上 它可以去除色素跟 亞菌瓣啊 或是 矯正前 黏著的處理 或是那個 修復跟那個 症肌的維持 有嗎 還有因為它安全 所以 兒童噴沙 不會痛 然後 剛剛銀下 就是 有那個 可以深入囊帶的那支 它也可以做 肢體周圍 預防啊 跟棉墨炎的治療 所以這就是一個 全功能性的噴沙粉 對 那銀下噴沙 主要銀下嘛 那它一定就是 亞洲囊帶的 噴沙 那再來另一個很重要部分 就是現在 就是肢體的病患還蠻多 但是它們基本的衛生 可能自己做的還是有限 那就是要像這樣的工具 去補助它 然後這個就是 專門 親銀下噴沙粉 跟那個 牙菌般的方法 對 其實臨床上有醫師問我說 那那個牙結石的部分 可不可以清 就是清掉 說真的牙結石還是要用 scaling 對 你可能就是要先用scaling 先刨過 然後之後再使用我們的噴沙粉 壓結石的部分的話 還是要 就是先用scaling清潔 因為剛剛 我們也有 它都是上下上下 這真的很重要 然後一下噴沙粉的使用方式呢 就像我剛剛提到 其實那個囊帶啊 要超過4mm 才需要用到 那個可以深入難帶的 像這個 像這個 沒有超過4mm的 其實你用銀上那一支 去處理它就好 然後你這一支 就可以直接去做 壓銀的部分 就是去沖 去沖你的那個 壓銀表面 那它就是前面兩個面 後牙也是兩個面 總共4個面 然後每一個面是5秒 所以你一顆牙大概是20秒 這樣的時間 然後你踏的時候 踏板就是踏一下 踏一下 就不用一直踩著踏 然後如果呢 牙齦探針超過4mm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牙周探針下去 去探 而且它超過4mm之後 我們再用 銀下那個可以清潔難帶 然後再 把它 每四個頂 就是各5秒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原廠模片 把清潔那個 清潔那個 生物膜的部分 清潔難帶 跟右邊的那個磁鐵 這本我是把它 後面 沒有 像三物膜如果 你用那個 scaling的話 你其實是清潔的有限 那如果粉的話 它是噴射重的 所以它可以附著 面積會比較大 然後它水就是 從前面 三個頂 跟粉末 它那個粉末跟空氣 是一個 跑道 然後 水又是一個 跑道 所以它其實 基本上是兩個 分開的 所以只要前面那個 機口 就是 好好清潔它 基本上就是每次 都把它 乖乖的清潔好 就是為了 每一次都為了 下一次準備 那個 東西就可以一直 就 亮麗如星 然後它再說 imprint的 那個 表面 就是這樣上 下 五秒 上 下 五秒 好不好 上 下 五秒 上下 五秒 然後分四個 當然時間 也是一支 視情況控制 那就是 標準程序下的建議 方式 好 AIRFRO 南帶跟 直挺 好 等一下我們往下走 我們來看看AIRFRO的分解 就是它前面這就是清潔囊帶的那個 我後面也會說到它要裝備到位啊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清洗孔 後面會提到 然後這一支就是 反手把這個清除囊帶這一支 可以輕易的取下 所以EMS就是蠻細心的 還要 你要拔這個 它不會讓你很辛苦 它就會做一個讓你很輕巧 很容易就可以取下的東西 對 然後這是 中間這個都有交換 這個時候是可以替換 原焰用久 的確要 這邊 會鬆弛 對 然後這一邊就是 氣孔 它就有說到就是 這個 要把它裝到定位 不能這樣子 而且每一次它都是 拋棄式使用 每個病患就是使用 建議 因為是口腔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 它 你其實使用完的時候 你可以先 再用那個空腔 先把它 先把粉 噴乾淨 然後這個呢 你其實在 裝完之後 這個粉啊 也要把上面這個蓋子打開 然後 在裡面把它噴乾 然後它這個 蓮霜粉 它就是有一個 算是 喬接器 你就用按壓的 一下 兩下這樣 然後它也是到 其實到 一半再多一點點 就是 就是 max 就是滿 也不要想說 要轉到很滿 請那 就是 標準是 一半再多一些些 而且可以使用 就是你也可以 用一定的量 然後再把它 沒有了再把它補充 對 因為畢竟那個東西還是把它維持在原本的容器 是最好的保存方式 那你就是補給完之後呢 你就是用粉 那個布 在旁邊 就是輕輕擦掉 然後再把蓋子蓋上 一些小細節 就是讓你亮麗如心的小細節 那如果 它會堵的原因 基本上 就是 噴砂粉結塊 或者是 水夠堵 那為什麼 它會堵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它要教你 就是標準的 清潔方式 這個盒子裡面都有附 它是說裡面有哪些配件 就 兩支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 Easy Clean 就是他們所附的這支 沖洗管 對 對 它是說一開始先把針孔跟沖洗管 做連接 然後 把水 收進來 接下來呢 拿你的手機筆 把水打出去 它這支使用完之後 欸 確保水流 它這個動作是確保 來水流是順暢 確保裡面是 暢通的 所以 跑完之後再用 空氣 水位啊 把它噴乾淨 後面先噴 再噴前面的頭 所以 如果基本上 頭就是像剛剛這個影片介紹 這樣每一次收起來 使用完之後 做這個 清潔動作 還有後面視窗的部分 你是用屬於位 就是清果 其實基本上 你說賭 那一定是 沒有乖乖做到這支 對 那它有膠嗎 沒用完的東西 一定要再用另外一個容器 把這個分 收起來 切記 不要放裡面 真的 因為之前有醫師就 嗯 放在裡面 後來就真的有塞 因為台灣畢竟比較草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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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開始 這個機子 你剛第一個 剛使用完的時候 你就是先 把下面這邊的 接頭部分 先噴 先用空腔噴過 然後 然後 你前面的接頭的部分 也噴過 這是拆卸下來過後 然後 四窗就是要用布 就是輕輕的擦細糖 然後這個部分就是最重要 可以進去高銷的啊 只有前面這個機頭 就是前面的這個手機柄 它可以放進去高銷 然後 像這個啊 後面四窗這支柄啊 還有後面的蓋子 絕對不行 對 所以 能夠高銷就是前面的那支手柄 那平常他們保養就是用震膽劑 就把它震膽劑 然後再定型 進那個鍋爐 對 然後如果 剛剛就是 上錯方法都沒有 乖乖執行 然後真的 就碰到毒 那就這些方法 就你速透分 就是它有一支專用的針 可以把它 其實也不用買那支針了 你就是一般歐滴 細細前面那個搓 就可以 而且因為我們這個粉蠻細 所以搓一下熱水泡啊 其實 很快就用掉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真的這很 就前面這每一折 就可以用後面的那個震膽劑去震膽 然後 之後再用俗銅針 基本上都OK 如果真的不行 就是 先留著 就是送回去圓場 看看到底是 哪邊的狀況 對 然後接下來 你一定會對這支噴殺機 有一些問題 就是像是 淋下噴殺粉 會不會對 脂體表面 產生傷害 或是 它真的能去除菌棒嗎 那 噴殺跟累測 哪個是有效治療 脂體周圍也 那噴殺的方法 跟傳統方法 哪個更有效 那以下就是一些 臨床的報告 它工具就是在骨缺損的 種子體表面呢 用肝氨串噴殺 它把它設定最大直 水流跟功率 然後它就是用 噴嘴的子體表面 6到8毫米 然後呢 持續不斷的移動 避免不規則的磨成 然後 模仿實際的臨床使用 那之後它會取出這子體 那它會水流清洗10分鐘後 風乾 那 通過三個方向的照片的清潔效果 那這種子體的 垂直就是 90、60跟120 那後者評估修復罐的那個 螺紋像上面的清潔效果 那有殘餘顏色的區域 代表了 這是噴殺那個 清潔不到的地方 就是這裡 它會說 平均沒有被清潔區域 在90、60、30跟45 四種噴殺角度分別 你看嘛 就是如果它 曝露的角度幾種食物的話 其實它的清潔力 就是會相對的比較小 就是只能清潔到一半 所以其實 噴殺機的確可以清潔 在不同的磁體 的那個表面 但是它也會取決於它的 它曝露出來的區域 對 所以 如果很窄的話 其實治療效果 的確會不好 因為它會有很多 阻擋的死角 那再來是另一份 它說 就是 研究報告 呃 評估肝氨酸的那個 設備清潔 在不同的 齒體表面的 那個 菌瓣達到的效果 然後它 材料方法 就是選擇 18顆石啊 長4毫米的 直徑 直體 然後表面圖那個 不褪色的油膜 然後呢 分別 模擬不同 骨缺損型態的摩牙 那它 那個骨缺損 高度為 6毫米 然後 缺損的那個 寬度和 重脂直徑 大概是 4毫米 我們來看看它 之間 90、60、30、15的 夾角度 它呈現出來 是什麼樣子 就這個 15、30 這個圖不是 就是比較黑一點 但是就是 以15度這個來說 清潔力真的 幾乎這個 不褪色油膜 都沒什麼清潔到 的確 然後再來就是 B的部分 斜角 那你看它 這個大於90度的 幾乎 就是上面的部分 都是清潔 非常完整 那再來 另一個部分 就是 鋼胺酸的粉 對 鈦金屬表面的影響 我們要來看看 鋼胺酸的粉 對 鈦金屬 表面 會不會有損壞 那它就是 一樣嘛 拿了 那個 5毫米寬 1米寬的 11個鈦盤 它用鈦盤 去把它 分組做治療 那不治療組 還有鋼胺酸 還有噴砂組 跟碳酸清納粉 那 鈦金屬通過 雷射 然後 再到 口內支架 那由 志願者 就是把它 帶著24小時 然後我們 用掃描電競 去看那個 菌的 在表面的污染 對 這是未經治療的 鈦金屬表面 很明顯 很多一些 在上面 那再來是 肝胺酸噴砂後的 這個表面 然後這個是 碳酸清納粉 噴砂後的清索表面 也就是說 碳酸清納組的 鈦表面有刮痕 但是 那個 肝胺酸的表面 是沒有的 你們往外看 你看 它是維持 好的 那個 表面 然後它這個整個 就是被刮掉 對 所以 這個結果就是 它 其實 肝胺酸 比碳酸清納更柔的 所以它其實是 不會是傷害 肢體 那再來就是 這另外一個 就是三種不同方法 在那個 也是缺醇骨膜的模型中呢 用清創手術去清除 植體的那個 那個 效果 那它 材料方法 就是也是一樣嘛 塗那個 不褪色的 墨色重質體 然後也是不同角度 層次60、90度 的 芽毛中 然後 一個有經驗的那個 工作人員 跟二年級的 芽科研究生操作 那這次的工具呢 它重複二十次 分別有 那個 它這個雷西瓜子 就是那個 然後超生設備 還有 肝胺酸粉的設備 然後它每次操作呢 就是會 重複二十次嘛 然後它就 取下這個 粽子體 去拍照 然後記錄那個 色素去除的狀況 那 它所產生的 面積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變化 然後這個嘛 這裡 不同角度 然後不同工具 然後結果呢 就是 如果以平均值跟標準差來說 瓜池超春波 就是雷射 然後跟那個 肝胺酸 它胃清潔的部分 分別 為這樣 所以 肝胺酸 它設備清潔效果 在寬角度的模型上 其實是 更有效 就 跟我們剛剛 呼應前面那邊 其實 它的 可以清潔的部分 當然跟它 可以 就是 進去的角度 有很大的關係 對 然後 它在 掃描電力顯示下 不鏽鋼工作皆有 種植體表面結構改變 而剛剛穿的那個 設備只有連續噴 一分鐘之後才會引起 所以它是 不會對肢體 就是 有 很大的 影響 然後 現有的體外研究證明 就是 使用 肝胺酸 噴沙 是開放式 輕創治療 周圍鹽最有效的一個方法 嗯 這是重點 但不是所有方法 都能清潔所有吃物 所以這個 對 一字 說明白 對 然後 這就是 我們有兩線長品 我現在 現場拿的這支 紫色 是用 class粉 跟prel 就是它有一個粉 是 all in one 就是可以做影像跟影像 那上面這個呢 就是只能用 黃色那罐 class 就是去清除那個 牙齒的那個 牙齒的那個 表面污漬 對 然後還有那個 酸食鹹的處理 然後 或者是 就是 矯正一些清潔 對 還有那個 牙罐三角縫清潔的部分 那下面這支 比較算是 上面就是 美白 噴沙 那下面這個是 保養 對 然後它就是 像這樣 直接 握在前方 它有進化過啊 以前是一支筆 然後又 一台大機器 它已經精簡掉 就是這樣一支 然後後面直接接 然後high speed 就你也不會有收納 覺得 很麻煩的事 對 你就很可以親了一起 就從盒子拿出來 然後就裝上那個 high speed 這個就是 說的 all-in-one 就是現場這支 plus 然後它的頭 就是有兩種 一個就是 超過4mm的話 清除囊帶的 然後上面這個是 就是 做營上清潔 然後這個 就是 透明 剛剛上面那支 它就可以用 這個 clash 然後 confo是新的 它就是 介於 它們兩個中間 就是它的硬度 比較 跟它是一樣 但是 顆粒沒有到65 那麼大 就是小一點 但是顆粒又比瘦斧大 對 那瘦斧就是 用在 我說 蚵牙嘛 然後還有矯正 鎮肌的那個 清潔 然後還有 做牙管 bridge 清潔 對 然後這個就是 最硬度 最 就是最大 然後也是顆粒最大 那一定就是做來做 什麼牙齒 牙齒的清潔 還有那個 那個年卓季前的那個 酸食服 對 就是 這產品 class跟sulf 就是用透明這支 那period 就是做銀下的 還有 liga plus 就是可以做銀上 也可以做銀下的粉 因為它的粉 顆粒只有 那個 十四明遠 非常非常的細 對 就是適用紫色的部分 好 對 下家人已經吃了 靈聽 那個 那個 就要 那我覺得 就要做銀下的 那種 就要做銀下的 那種 就要做銀下的 那種 就要做銀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